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止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元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元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元医生 在现在这个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下 其实失眠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而大部分的人士对于失眠都采用安眠药来舒缓 希望可以帮助 帮助睡觉 是的 很多时候我也听到或者在一些报道上看到 原来吃得安眠药多或者可能他们受到精神的困扰 睡不了觉 帮不了他们的时候 多数会采用自杀的情况 但是原来在这本书里我们经常介绍这本《药都不能吃了妈》这本书里面 说到原来其实安眠药是会令到有人除了自杀之后 是会去杀人的 会放火做这些犯罪的行为 是不是呢 元医生 大家都听得多了 很多人想自杀就用一种方法 就是服食大量安眠药 你知道安眠药是有杀人的能力的 但是我们很少听到 安眠药不单止是有人用来自杀 原来安眠药也会令到人去杀人 其实刚刚最近我们在报章上看到一个报道 在日本在JR高铁里面有一位十多岁的年轻人 突然之间发疯 见人就斩 道成一死两伤 死者很可惜是一个乘客 为了阻止这个人来杀人 不小心被他割到自己都死亡 其实这些东西我经常都听到 突然之间在校园里面 有一个年轻人发疯 所以他随意杀人 在德国也听过这些 其实这些是经常有报道的 是 那间中呢 你们会看到的 他去提一提的 其实很多人是在看精神科的 是 都是以为呢 因为他精神病 是不是令到他杀人呢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呢 他杀人不是因为他精神病 是因为他吃精神科的药物 其中呢 我们的抗抑瘀疫 又是Paxel 是出现这些杀人行为 很多时候都有报道的 但是呢 至于连安眠药都会助长 这个攻击性行为呢 这个就比较少听一点的 那这个呢 其中呢 是有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这本是日本书 《东京新闻》 2009年3月26日的标题 大量服用致死泛滥 那个轻忽副作用随便开处方 那其实就是说这些 应该要严厉追究医生的责任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会令到你有攻击性 和助长攻击性呢 这个例子呢 就是在日本的百货公司 那就是在大阪 2008年4月1日 在大阪市内的百货公司 就有一个人呢 就用打火机 在洗手间 和女性在市衣间里面 三住中火的 那当然在那个 审理的过程呢 一个争论呢 就是被告是 有没有用过药物的影响的 那原来呢 话说这个犯罪前一晚呢 这位这位人士呢 就服了四五粒安眠药 叫做Vigetamine 那实施犯罪之前呢 亦都是百货公司 洗手间的 一戏吃了三种 十几粒的安眠药 分别是Benzaline Rohadno Dappers 可以说呢 好像拼酒一样呢 一口气就吞了很多安眠药 那这位被告在公开审讯的时候呢 他说呢 他说呢 他犯罪的时候呢 是处于一个抑鬱的状况 那加上 服辱过两个安眠药呢 是导致呢 是意识彷彿不清 对中火的原因呢 是完全没有印象的 那这个是 说他呢 他说事发前五言呢 这位女士呢 这位已经开始呢 是 就是沉迷于那个安眠药 刚刚就是因为有点病了 心肌比较累了 导致失明了 那接着呢 到附近那些 叫做深深内科 和精神科去求诊 医生说呢 吃点东西就OK 吃点药 那这样 就开了安眠药 和那些精神安定剂了 从此开始呢 就与药为伍 接着又看到几间精神科 又给开了各种的安眠药 和精神抗精神科药的处方 比如Roheno Depers 这些 那由早到晚吃几粒的 另外呢 是还要吃那些抗抑郁药 Paxel 那有时候呢 就因为呢 今天呢 遇到的客人很不顺利了 那这些很简单的呢 就会拿把刀割物 割手碗 或者拿把菜刀去割 这些这样的 这些情况是不断地发生的 这个报道里面的 那大家知道 Paxel 这种抗抑郁药里面呢 里面有警告的 它说会有攻击性 和自杀冲动的副作用的 那当然呢 这一位 这一位 纵火的人呢 其实呢 都是和这个 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 那大问题呢 这位 这位 罪犯 其实他都曾经决定去 停药的 那一想停药呢 之后呢 就缓匀 嘔吐 痛苦 他忍受不了这些戒断的症状呢 就于是乎呢 就不理家人的阻止 又继续回弱的怀抱的 一直到中火件事被人逮捕呢 在拘留所呢 是要困了一个月呢 他才终于是盖了这些药物的 嗯 所以对他来说呢 入拘留所一个月呢 对他来说呢 可以说是救了一条命的 是 好了 那么在那个辩方方面呢 是精神鉴定的 这件事呢 就做出以下的结论了 他说呢 被告是有重度的安眠药的依赖症 事发之前呢 一晚呢 服用量超过一般常的用量是十倍 嗯 而且实施犯罪之前呢 有六至十倍的 那么由于大量药物 服用的药物呢 令到被告呢 是变得具有攻击性 出现异常的行为 兴奋 人格崩坏 最终呢 是导致那个犯罪事件的发生的 嗯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是那个辩方呢 是将这些资料呢 也有的嘛 是是 评估精神科 很普遍的做法 是是 竟然呢 在法院呢 是完全没有将这份的意见书 作为那个证据采用 不可思议的 这个是简直不可思议的 那么这个就是令人难以解释的 啊 警方最后呢 就要求呢 主要六年的有期逃刑的 就是呢 他完全不理会这个精神的 那个报告意见书的 他说呢 那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被告呢 那么他们认为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在判决的时候呢 稍微提一提这些药物的影响 是不是 令到世人明白呢 呢 药物的副作用就好了 但是完全都没有 所以你看到呢 全部纯粹是看到他那个 犯罪了 是的 他犯罪了 他有纵火去的行为 而定他症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完全就没有提过了 好了 那么其中这个问题呢 就是可以看到呢 可以看到呢 这些药物的用量呢 是不断要不断地增加 直到跨越某个那个线界呢 那个 接着呢 患者就失了正常的判断力 一次吃了大量的药呢 毫无忌计之下呢 就会犯下暴力啊 杀人的 这叫做 随机杀人的那个罪犯呢 是四处运行的 我经常都听到这个 随机杀人 结果就斩 他想不出什么原因的 那么根据报道呢 这些疑犯呢 多半都是看过精神科的记录 啊 部份都透过精神科 而医院和诊所呢 一定开了这些抗疫医药的 精神安定剂和安眠药这些处方 嗯 这个真的是 真的这个是 去求诊 要求拿的安眠药呢 是真的非常之普遍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呢 在他们的这些案件里面呢 大部分呢 大家都知道呢 他有精神科的传科 其实我可以说呢 不是一半是大部分 嗯 其中一个例子在2006年呢 一月在大阪的寻屋村市 发生了继承的即使司机 在车站之前呢 被人刺伤了的 以及强盗那些伤害件事件 那些犯罪人呢 其实是三十几岁的男性 就在大量服饰 这个这样的 健康 金螺 因 这种这样的安眠药呢 可以说呢 是完全是 处于一个深深喪失的状态 嗯 现在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 正在服营 所以同样的来说呢 这个法院 对人民呢 其实呢 是隐瞒了医生处方 导致的药物污染的 嗯 就是为什么会从来都不提呢 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现在在香港 就算听到外面的报道呢 是 都是从来没有提的 是这样略一略说呢 他呢 就是 他有这个记录啊 有这个精神的记录 是的 精神的病人啊 就是这样说的 但从来呢 没有进一步告诉你 是这些这样的药物的副作用 因为这个在药厂那里 已经知道了这些资料 所以你看到呢 国家呢 法庭 以及医生呢 这些 可以这样是 大家都隐瞒这件事 不想大众 误导了那些一般的市民 以为就是 因为他们是有精神科的 那个问题 可能是精神科的药物 而呢 而不知道呢 原来其实很多时候 也都是其中一个元兇 就是安眠药导致的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 吃安眠药 不代表我有精神科的问题 这样 但是就可能 就不断这样 要持续这样吃下去的时候呢 令到自己不断不断加深了 都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有一位 叫做 有一位 奔医医生 那他说呢 因为这些药物影响的刑事 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法院呢 是没有将这些 精神鑑定 适当将药物影响 考虑进去 那么多半呢 就没有了这么多 就是判你有罪 那当然呢 他是犯了 是以外的惩罚的 但是呢 问题呢 我们要了解呢 要让人知道呢 其实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 是的 没错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样可以 希望可以防止呢 因为这些人知道之后呢 防止这些大量吃安眠药 会导致这类似的病会的重复发生 是 是 那还有一样东西 他可以发现呢 抗抑鬱药和安眠药的用家呢 近十年呢 是增加 急币地急值增加 甚至已经出现泛滥的状况 是 那现在的一般 他就是说日本的情况呢 是是 指面承受的药呢 都用叫做 是叫做 睡眠改善药 嗯 哈哈哈 improve 你的睡眠 是的 有时候有些人又觉得 哇 安眠药好像很重剂 是的 那就改善你睡眠的质素而已 是的 那就改了名字 你都化了这些药 但是这些这样的医院啊 这些这样的药商来说 这些是客人来的嘛 那么医生呢 通常一次就开三种药物 抗抑鬱药啦 精神安定剂啦 Drunkerolizer 和安眠药 很多时候一起来的 是的 那么其实呢 这些这样的抑鬱症那些药呢 是什么呢 是一种兴奋剂来的 其实就是兴奋剂来的了 那么在这个内幕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那些为什么要用这些呢 那些抗抑鬱药其实本身就是兴奋剂 令到你兴奋了 是的 就是兴奋的时候 很消沉 那他就要兴奋你了 兴奋你 是的 那问题呢 这些都很容易出现这些抗药性和依赖性的 很多时候 你只用一次就停止了 是的 可以这么说 现在的精神科 是正在制度大量兴奋剂中毒的病人 嗯 OK 那也都看到呢 这些抗精神科的药物呢 是销路呢 是精精日上的 因为不脱得了嘛 一个人吃了之后就不脱得了嘛 就是你不是有些可能就是吃了真的好就会脱得了 他不脱得了 还要越吃越越倍数地加上去 再加上现在就是如果真的说现代都市人 那些人比较生活紧张 就是个个都觉得咦 可能有个抑鬱啊 有个难以入睡的压力啊 那些东西就开始去买了 好了 那就是这本书有简单建议 他说不会因为小小睡不了 就太着紧 立刻去看医生 因为通常你去到医生呢 医生其实没有 就是他们通常只能够看这些药物而已 没错 因为他们的职责是这样的嘛 所以呢 你找到他们呢 你基本上就很快就走到这些不归之路了 嗯 好 那这节的时间我们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安眠药中毒 导致犯罪行为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网址 三个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H 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安眠药中毒 导致犯罪行为 袁医生上一次我们说到 抗精神科的药物 包括安眠药 大量使用的时候 不但可能令自己自杀 也会导致杀人 放火这些行为 市面上都有很多这类型的药物 究竟抗精神病的药物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抗精神病药物主要是作用在中枢神经 即是脑部 影响精神的机能 即是心理的运作药物的总称 包括什么呢 包括安眠药 也叫催眠药 或者叫睡眠道入剂 作用的是中枢神经 令到服用者 就学习属于抗精神病药的一种 即是有时候 很多时候人们看病 看失眠的问题 很多时候家庭医生 都叫你 那你也要看精神科 对 即是想想为什么要看精神科 很多家庭医生都认识的 其实原来 安眠药是属于精神科的药物 另外一种叫抗焦虑 消除抑制不安的感觉 抗抑鬱狀 抗抑鬱狀 那时候抑鬱状态 这种效果 在日本 医生一般开用 安眠药 抗焦虑药 几乎都属于 殯异淡瓶 Benzodiacepin 抗精神科的药物 而标签警告是一个 有依赖性的中毒性 即是说 说实际上 就是有 安眠药的中毒 抗焦虑药的中毒的风险 也有药物中毒 在戒断症状下 停药的时候 是太痛苦的 患者很难脱脱 这是我自己过去 我处理很多这样的病样 通常我一听到 我都很头痛 因为是真的很难去戒 是需要一段时间 他们已经是依赖了 我相信来找到我们的病人 已经深深感受到 那些药物对他们 产生的不良副作用 而他们毅然想尋求另一些方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很困难的 在我们的医疗环境 我们都是遇到这些情况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医院 我们不可以把病人 24小时观察住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真的要很依赖病人自己去做 加上病人没有家人支持他 看着他、帮着他 是很难做得到的 在我们的治疗方面 我们都要求要给些时间 我们这个做法 通常是先把病人的整体健康提升 那些药物只能慢慢慢慢 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大部份病人很可惜 很心急 要快要搞定 我最近遇到很多癌症病人 你也了解 我们的病人通常都是在外面 医治到不能医的 至少癌症也是 可能第三期、第四期 然后被医院后 重复医了几次 都不得才找回我们 是 我们用我们的方法之下 虽然癌症病很多 一直在改善中 但是有时候 他们一去做检查 发现他的癌症指标 仍然都在 或者高一点 或者肿瘤仍然都在 他们会突然之间 不放弃了我们的治疗 是 是 失败的治疗 很快的结果就是 他们就去世了 是 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 人的健康是整体 身心灵的三方面 都要齐全 他们只但求 以为看了数据 正如医生经常说 他们所用的科技医疗 经常拿着数据 以为是好与不好之间 来做一个评定 但是没有考虑到 其实那个病人 比起之前 走得吃得睡得走得开心了 这些问题 他们没有看到 是成功的部分 这个事情是真的很可惜的 因为在我们的工作 过去那么多年 是经常都遇到的 明明以前已经无效了 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很多时候大家要了解 在治疗医疗里面 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数据 就算医你不到 都令到你的寿命 加长和你的生活质数加长 是不是活多数年 好好地活过 好过几个月就被人医疗 医死了 所以这件事是很难的 我们现在是面对重重的困难 病人本身的病 已经是疑难习症了 加上用药的副作用 药元病 接着医生做了错误的治疗 搞到医元病 加上整个制度 就是我们经常遇到 如果你看现在所谓 在政府医院看的那些 是纳税人帮你给回百分之九十三 九十七 在我们看治疗医疗 要自己全部付钱 在经济的诱因之下 很多人是零死都不会用一种 要自己付钱 但这也是好的方法 这是我们又面对一个问题 最后呢 当然病人对这方面的医疗 认识是很多错误的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五重困难 很多时候可能真的都没有办法逆转 但当病人来的时候 我都尽量解释给他听 希望他能够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重新再学习一下 好了 我说回今天的题目 这些事件其实很多 香港经常都听到这些报道 现在讲日本 讲福光 有一个男孩突然之间遭到杀害 在那个村旗 小孩被人推到某个地方 在京都 这个女孩又突然遭到刺杀 很多时候背后 其实都是有精神药物的问题 不是精神病 是精神药物的问题存在 其实犯罪洞经 其实是受药物的影响 在东京新闻那里 在2009年4月11日 一个特报报 他控诉抗精神科药物的滥用 一连串离奇事件的原空 精神科医生对患者 开纳了这些抗精神病药物 简直好像天女散化 随寸地放 这个报道总警告 他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医生开约之前 很少考虑对患者的状态 和周足的环境 而轻视了患者的人格的重要 这些抗精神科药物 造成脑部功能不安 自杀和他杀的行为 所以经常见到 见到人就想杀 这些杀人按摩 随机杀人按摩 问题是这样的 虽然医学上 药厂的治疗已经很清晰 在临床上和现实上 真的见到很多 但那些精神科的人 为什么医生不去检点下 问题就是 用药是不可能医到的 而一般医生只是合法地用药 所以对他来说 这种是谋生的工具 那要怎么断呢 所以这个问题是 一直都不会解决 因为不会靠医生帮你自动解决 也不会用药厂帮你解决 也不会用药厂帮你解决 政府和他们同楼合乎 也不会解决 解决是靠我们个人 自己认识 看多这类的书 听过这个节目 希望从中得到正确的资讯 来保护自己 好了 现在我们知道 很多人就是 广泛用了安眠药 很多人是贪玩 进入了这方面的东西 这些依赖的问题 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 OK 出现这些古灵精怪的行为 所以在日本 他就看到一个现象 他就观察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他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 这些意义上的行为 越来越多呢 而为什么吃这些药的越多呢 原来背后的原因是 精神科的诊所是大量增加的 深深内科亦都相同趋势 急剧来成长的 嗯 这些就是这些药物 就是贩卖药物的来源 精神科医生呢 亦都同时是快速地增加的 所以我们一看 什么叫做先有鸡还 才有蛋的问题 嗯嗯嗯 是 因为你看到精神科和这些诊所数目 不断地增加 嗯 同时呢 药物中毒患者呢 亦都急剧增加的 嗯 嗯嗯 我亦都知道很多人呢 就会说 某些医生的诊所呢 是很忙的 嗯 是的 我通常呢 就跟他们人分享 解释 其实为什么这样忙呢 会不会整个原因呢 他们的苹果是从来没有医好过的呢 嗯 一个病人是 开始医之后呢 医 医 医… 到他受灵 医到他死每天 嗯 所以应该是个好的诊所ね 病人 不会常常是弄多道的 不会是同一批病人 不断地增加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就是要考慮的了 其實我治療的失眠要怎樣去處理呢 首先我要了解失眠的原因 原來失眠很多時候跟住宅的問題有關 因為現在很多化學物在我們家裡 傢俬、地毯、灰水、油牆 其實都是化學物 這些是一種毒物來的 這也會導致人睡得不好 在我們的經驗裡 有時候病人都說得出 為什麼身體近來很不好呢 要裝修或者搬到一個新的家 通常我都要求他們 儘量不要用太多新的傢俬 因為現在製造傢俬有很多化學的膠 而且你經常在那裡油灰水、換地毯 其實這些都是很毒的 所以儘量把舊的傢俬保持乾淨 他們都用 因為我們叫做病住宅 Sickhouse syndrome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電磁場波 因為現在真的很廣泛 尤其是Wi-Fi 家人每個人都有的 我建議有些人對電磁場波比較敏感 儘量在家裡有這些Wi-Fi的接收器 儘量睡覺就關掉它 還有我們有很多所謂 就是冷冰冰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騙食 以及過量食用的砂糖和加工食物 造成我們身體的低血糖 這個也會對著我們失眠的 當然人際關係的緊張 我們處理的就是我剛才所說 就是要留意我們剛才所說的 家裡的材料 是不是用很多新的材料搞過呢 或者有些舊的髒東西 有些毛菌特別多呢 就是你在這方面 家居環境要做一做 還有就是 家裡的燈光 睡覺的地方全部都要黑 不會有這樣的燈照射 很多時候在香港的家裡 在外面有很多街燈的 是很難去避 儘量在那方面 看看那個窗簾 去做一些比較密實的窗簾 當然最終可以戴個眼罩 還有一些什麼 在家附近有很多手機訊號的發射塔 這件事就很麻煩的 要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儘量自己想辦法去避免它 當然我們可以用一些黏鐵的 就是預防這些這樣的 在家裡方面 那個家居的收理環境 儘量用一些有機的油漆 或者起碼毒素比較減少那些 當然是飲食習慣 吃多一些玄米 即是草米 即是紅米 維他命B方面 素食的習慣 減少食量 OK 還有一個心懷感激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開心的心境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OK 我們也研究過了 那個安眠藥造成的影響 也都介紹了一些 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可以怎樣改善呢 那個失眠的狀況 這一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 繼續我們的自然療法語 今天的題目就是 安眠藥中毒 導致犯罪行為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安眠藥中毒 導致犯罪行為 如今生涯 在上兩節 你們都幫我們解釋過 精神科的定義 安眠藥的副狀 但我們剛才也聽過 日本市場上 他將安眠藥 改了另一個名字 協助你睡眠 或者是睡眠導入劑 其實背後這個藥品 問題又在哪裏 其實你看到 這些所謂的安眠藥 想不到 他這種是可以用來 一種殺人武器 這麼厲害 原來又在講日本的事件 在2009年10月 祈育縣和鳥取縣 連續發生幾個異常的事件 兩地樹脂的主角 都是大約35歲的女性 而他周圍的歲戶名男性 陸續被發現死亡 死因可疑 是一種十分異常的案件 莫名死亡的男性 裡面共通點遺體 都被驗出一種叫做 睡眠導入劑 金、樂、因、治療的成分 也看到這些案件的女性 都持有大量睡眠導入劑 你會想起 為何會有這些情況 原來這些安眠藥 經常被人用在殺人 盜取保險金或自殺的事件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一種簡單的 一般的睡眠導入劑 這個 金、樂、因、 金、樂、因 名字非常好 金、樂、因 其實這是一個殺人的武器 原來這個 金、樂、因 實際含有抗精神病成分的 是一種鎮症和抗疫疫苗 所以在精神上的作用很大 美國的Newsweek雜誌 在1991年有報導 金、樂、因和槍擊事件有關 1993年 一個四個世界權威的美國組織 一個consumer report 這是我以前在美國 但是很久的歷史 提醒民眾必須要注意到 金、樂、因的強烈依賴性 錯亂性和興奮性的問題 金、樂、因屬於病異淡平類的安眠症症劑 英國有一位精神科醫生 戴衛希利提出這樣的批評 他說 為何日本還在用這些危險的東西 非常之奇怪 其中在2007年 東京的文京區的一位武營少年 十四歲 有四個人襲擊一個的士司機 受到抵抗後逃去 然後被強盜傷人被逮捕 發現他用很多這些安眠藥 作為搶劫的工具 問他的來源 竟然發現他的朋友是供應這些 可以看到這些藥物 這個朋友是供應給人 作為一種昏迷藥 迷患藥 原來真的這些藥 原來這些所謂迷患藥 不是什麼特別 就是這些精神科藥 可以看到 我們處理失眠的問題 曾經說過 有多方面要考慮 食物加工和低血糖的問題 這些其實可以一早要去處理 好 其實還有一種藥物 我們成為這些所謂安眠藥 其實這些安眠藥 其實是屬於什麼 屬於抗敏藥 抗敏藥 抗敏藥 很多人會這樣 還有這些這樣的 這些安眠藥 在標籤裡面 就是會有些叫效能 也有些叫做禁用的情況 竟然效能方面 寫著不能夠入睡 淺眠的人 接著注意事項上面的文字 下列人士請勿用 什麼人士呢? 平常就會失眠的人 經過醫生診斷為失眠症的人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們就是失眠才想要用這個藥 但是標籤上面就是禁用的 為什麼這麼有趣? 是的 那些失眠症患者禁止使用的安眠藥 真是第一次聽到的 你不會留意 你看不到是這麼離譜的 還寫著 僅限於不預入睡 和紙棉時用 不要連續使用 即是不會天天持續用 提醒使用家 每天持續使用的話 是產生負面的效果 好了 再看看它 適用的效用的症狀 第一 壓力大 睡不到 明明很累 但精神也很亢奮 睡不到 心中有憂慮的事件 半夜會醒來 最後生活不規律 導致睡眠規律的混亂難以入眠 那這些就是失眠症 為什麼失眠症 又不可以用呢 是的 所以是很矛盾的 好了 其實很多這些藥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主要成份 是一種炎酸異病安明 一種炎酸異病安明 其實這些 通常醫藥書會說明 這是用在半徳的沉麻疹 濕疹 皮膚炎 勾氧 或者急性過敏鼻炎的一種治療物質 原來這些睡眠改善藥 其實是一種過敏的治療藥 這麼有趣 就是用來治療過敏的油酒 變成一個安眠藥 那為什麼會好像有些這麼混淆 看荒丹那里说 如实写出来的 有效成为什么呢? 是炎酸乙笨安明 是用于缓解皮肤痕 抑制打喷气 或者流鼻水的过敏症状 但用了之后 亦都会产生想睡觉的效果 所以说 睡眠改善药 其实就是用这些炎酸乙笨安 令你想睡觉的副作用作为治疗 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就用在另外一个症状上 过敏药的副作用是失眠的用 还说明对药过敏的人 有磁鲜肥带 排尿障碍的人都不能够用 为什么这些药会令你睡觉 过敏药会令你想睡觉 其实人体的睡眠和清醒 都跟脑部下事休关系密切 有很多兴奋性的神经元 无端会释放兴奋的物质 就是组织安 刺激脑神经细胞兴奋 而导致睡眠 而导致睡眠 这个有效的成分 就可以 这个所谓炎酸乙笨安明 就可以抑制组织安 在脑部的活动 令到用家感觉到想睡觉 主要是一个成分 知道神经细胞释放组织安 是自然的生理现象 医疗用的主要成分 化学的毒性阻挡它 组织安当时也造成痕氧 肿胀和过敏的现象 所以治疗时过敏才会用到抗组织安 即是说睡眠改善剂 将组织安用来在失眠治疗 抗组织安 抗组织安抗组织安抗组织 其实是抗组织安抗组织 如何看得到 说明不可以连续使用 经常使用 其实跟我们以前所说的 磁股唇的问题是一样的 因为它有强烈的抗弱性和依赖性 容易中毒的 所以用了出来之后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副作用 比如出疹、发红、羞氧、胃痛、恶心、嘔痛、食欲不振 缓云、头痛、起床时觉得头重重 日间是喝醉、不舒服、神经过敏 暂时性的意识障碍 注意力不集中、恍惚、判断力下降 语言行为失业以上 心肺、怀态感和排尿困难 这些是很清晰的问题 这本书是很简单的工具 大家知道合图 自古以来都可以用来抗失眠的效果 里面有含有丰富的息安酸 能够引导我们的睡觉 中药里面的红组都有睡觉的效果 精神上的压力 我们可以用来谈谈、商榷 大家和朋友聊聊聊 宗教方面都可以放松、放手 心心都可以放松 其实很多简单的问题 其实我们自然界已经有很多简单的工具 如果不小心走到一条错路 会令到一身受苦是离不住的 是的 失眠这个问题是很普遍很严重的 但其实解决方法也有很多不同种类 不用一定要用到这么毒的安眠药 比如刚才作者也有解释过 你可能在你的家居里面改善一下 你在你的饮食那里增加你身体的免疫力 容易解除你的压力 或者简单一点 浸浸浴 日本也很流行浸浴 或者我们选用香薰油 都是一些很有效的方法 不用用到这些危险的毒药 不单止你吃过两个的时候 会伤害你自己会自杀 而之后还会造成犯罪行为 然后他会杀人 今天我们也感谢袁医生 帮我们解释了安眠药严重性的问题 其实这些资料上 在那本《药都不能吃了妈》这本书里 大家可以找到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是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好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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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